是今天凌晨 台中港驚船一起計程車 墜海意外 一共造成四個人死亡 那麼根據我瞭解 當時是一輛計程車 載著四名的工作船 船員返回到港區 但是疑似因為午夜的時候 台中狂風暴雨 影響到能見度 因此車輛行跟台中港 北提信號台附近 不慎墜入到海中 其中一名理性船員 當時他自行打破了車窗來逃生 上岸之後也立刻報警求救 但是包含駕駛在內一共四個人 還是不幸運意 一輛計程車緩緩開在台中港區的碼頭 前方沒路了 但司機卻好像沒看到 就這樣直接開進海裡面 整個倒栽充 還翻了一圈 浮在海上一下子慢慢往外飄 最後逐漸沉入海底 意外發生後 台中港消防隊協同海巡署人員 到場搜救 墜海意外發生在凌晨十分左右 消防隊在接近兩點時 接獲墜海逃生的理性男子報案 緊急前往救援 凌晨三點四十分 陸續巡貨墜入港的計程車 以及計程車卸性駕駛 黃姓許姓乘客 搜救勤務一直持續到凌晨六點半 才接獲通知 在二十六號碼頭 巡貨最後一名陽性男子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台中港山港區的00F碼頭 台中港務公司表示 船員還有計程車都有通行證 怎麼會發生墜海 警方不排除因為下雨天色昏暗 視線不佳造成四十意外 詳細原因正在調查釐清 記者謝憲宗 江志南台中報導